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又来到我们的假装有文化 我们这次又请回来了 大家最喜欢的Aline了 大家好 大家好 非常高兴可以再来跟你聊一聊 你知道为什么你这回又来了吗 因为我粉丝这场没了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啊 一定是你最近懒惰了 没有好好更新 主要是我特别有节操 就是很多那种海外博主那种梗啊 那种段子啊 我一般都不太想去拍 就比如说 这新西兰怎么怎么不好 中国怎么怎么好 比如说国外的抗议不如中国 中国人数字怎么高 然后老外数字怎么不高 不愿意戴口罩这种东西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嗨点什么 所以拍那种视频啊 就是给你一个看 你们想要看的一个国外 其实本质上呢 就是烘托你的这种民族自豪感 也类似于一种轻步的民粹 这种视频特别容易博点击率 还有一种视频就是可能更多的展示 我们新西兰有多么多么好 我们生活的多么多么的快乐 我们住的房子用的车吃的东西 多么的干净 可是我觉得我愿意跟你聊的观点的 更多的是希望真实的展现 新西兰的生活 当然呢国内有好的 我们新西兰也有好的 更多的给大家去表现两国的这些 一些文化呀生活上的差异 所以我们的视频不会都是夸中国好 夸中国的传统怎么好 或者说说国外怎么好 我们尽量给大家提供一个客观准确的一个信息 当然了 你可能看到很多视频 我跟大家顺便说一下 怎么来分辨那些视频 哪些是营销号 或者哪些是可能是反华的一种媒体呢 比如说经过一些曲解的片面的信息 一味的夸中国怎么厉害怎么厉害 那些就是博点几量的 其中包括各种吓尿体 比如说是美国慌了 欧洲贵了 日本哭了 这种呢就是一味的通过各种片面的曲解的信息 来迎合国人的那种趣味 其实看多了真没什么营养 它并没有给你提供一个 你很难获得或者新西的一个观点 或者一种特别一种知识 没有那么什么是反华的 最常见的一种 就是拼命的说中国不好的 你看他的视频列表 都是说中国不好的 那种一定是反华的 比如说你长得矮 你也许说的是事实 但是你老是提这个事情 那一定是不好的 对吧 你长得胖 你长得胖 也许你说的是客观事实 一定是不怀好意的 对 但是如果说 他的视频里面 只是有说中国的不好的 又说中国的好的 又说国外的不好的 国外的好 这种知识的分布量是比较平均的 那是值得大家见见的 是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 特别 没错 没错 主要集中在某个信息的 这种视频 他的问题是 他的信息量 他的支持层面 非常的肤浅 或者单一 也并不推荐 大家继续去follow了 所以呢 还是希望大家多关注我们的视频 对不对 也不要这么懒散了 多更新一些 更有意义的 更好玩的一些视频 给我们大家看 这一次呢 我们也稍微趁个热点 你知道那个 上海拼单名媛的事吗 最近这个新闻 非常的火 我就直接问吧 作为一个真名媛 你怎么看到这些 假名媛的新闻 也不是什么真名媛了 但是确实是 现在我也看了很多 关于就是包括 这个上海拼单名媛群啊 然后包括淘宝上 还有一些 你可以花很便宜的价钱 就可以买到 发朋友圈的一些 素材和资料 照片的这种 好像已经成为一个产业链 是个完整的产业链 甚至有些博主说 这是把共享经济 发挥到一种极致的 一种体现 甚至还有积极的作用 促进消费啊 什么之类的 你就直接跟大家说吧 你平时怎么发朋友圈的 上次我们也聊过 其实现在包括我和我的很多朋友 发朋友圈其实已经很少了 因为 不怎么发是吧 是 不怎么太愿意把自己 每天的日常和 过多的这种私生活 暴露在朋友圈里 没错 艾琳刚才说的就是个标准答案 真正的边缘 是不发朋友圈的 为什么不发 其实很简单 第一点 如果说你就发些朋友圈 比如说你在钓鱼打高尔夫 去出海啊 钓了个大龙虾 抓了个大鲍鱼啊 或者是滑雪什么之类的 你觉得是个很普通的一个生活式 但是可能碰到一些人 觉得是很玻璃心 觉得你在炫富 其实你没有在炫富 我就是平时生活一种普通的分享而已 是 确实 最早的时候呢 我也会发 发一些和姐妹的 一起 比如说各个品牌 请我们去海替啊 或者是 我们今天做了一些有意思的活动 但现在我慢慢就会发的越来越少了 对 就是怕那些朋友圈碰到一些玻璃心的人 觉得你在炫富 其实你没有炫富 这就是我平常的普通生活而已 对 还有就是一点 就避免这点 所以就不发 那还有一点我想 这我来跟你说吧 我也看过海替的以前的朋友圈 里面不是跟这个富豪合影 就是跟那个名导演合影 那个名演员合影 这有个问题啊 哪个人朋友圈里面 哪个人微信里面 没有一些那种想猜你便宜的 那种普通朋友呢 都是碍于颜面社交礼仪 交的一些微信朋友 但是他发这些照片呢 这他里实在太大 为了避免呢 那些普通朋友啊 拿你的照片去做一些不良的事情 所以我刚就不发了 对吧 其实很多时候还有就是 可能大家看到的只是说 我在跟朋友一起外面吃饭啊 或者跟一些朋友嗨帖啊 或者参加各个品牌的一些活动 但实际上呢 这只是我正常 日常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 但是呢 可能大家就会把它放大 认为我每天 这就是我的日常 我可能每天不到七点就要起床 做早饭 做午饭 然后去送孩子上去 这些你是不会发朋友 我们也不感兴趣 是的 所以呢 但在很多人眼里呢 就会认为 你每天的生活就是吃吃喝喝 然后真正我为这个家庭 和孩子的教育付出的这一面呢 并没有被大家所去理解和感受到 所以我也不想让大家认为 我每天的日常生活 就是这样的一个炫富啊 或者一个浮躁的日常 所以现在确实很少会发了 或者除非有一些很有意义的活动 比如像昨天我参加的一个 Prada邀请我们参加 美洲杯的一个 Luna Rosa的那个船的一个下水仪式 我觉得这种呢 可能是很有意义的 也确实是很少 有人能够去参与到的 这种呢 我偶尔还会发一下 而且重点 你发这种特别高级的活动 普通老百姓 还不知道这原因是什么 对吧 趋高贺果 反而对你产生一定的保护作用 如果是发那些 很大众的跟那些富豪啊 明星导演的合影 确实会对你造成了 一定的那种不好的影响 包括跟你的那些朋友 造成了一些不好的影响 有一种简单的威胁吧 真正的名媛 一般是 调进龟去 或者找男朋友 会跟假的有什么区别 现在的很多女孩都认为 漂亮就够了 但实际上呢 漂亮确实是一个敲门砖 会比很多人多了一个捷径 我作为直男的观点 我认为漂亮是不够的 还得有钱 他越有给自己男朋友花钱的 这是真的跟假的是不一样的 那些假的平淡名媛 抠里巴基的 一看就明白 正常都知道 你是假的 但是有钱的 比如说我认识一个女孩子 他价经条件非常的好 然后他男朋友是玩摄影的 但女孩子台湾人 他爸爸呢 是台湾数一数二的 那个建筑设计工作室的 他男朋友玩摄影 直男 然后他呢 怎么着呢 他就给他男朋友买 最贵的相机器材 然后因为是直男嘛 对时尚品牌可能不大懂 然后他就给他男朋友 买那种设置品 服装品牌 他能干这个 那么还有一个女孩子呢 我也认识了 他家80年代 在无锡就住上了别墅了 他可能长得有点黑黑壮壮 脾气不大很好 然后他嫁给了张罗 找男朋友嘛 妈是做生意的嘛 不会生意的人 说话就是一针见血 他就对那些男生说 我知道你找我女儿 就是看着我们家的钱 没关系 没关系 只要你不欺负我女儿 都可以 钱都可以给你 是 这种情况确实是 因为父母嘛 他只要是找一个 可以对自己的女儿好的 可以照顾他的 这样也没有问题 那个父母是知道自己的女儿 外形条件跟脾气不怎么地 他也知道 你们这些男的 正常男的是不会喜欢我女儿 但凡要是有喜欢 肯定是想看我们家的钱 对 但是我刚刚跟你说的是说 上海的这些拼单的 名媛群的这些女孩们 他们本身自身的条件 肯定不像你说的 这些女孩这么好 他们想要通过这个 去改变自己 今后的人生 想要认识一些 更有钱的 或者是 让自己上升一个阶层的 那你觉得作为一个 比如说比较 条件自身比较好的 这种富二代来讲的话 你觉得他们可能 会跟这些女孩 保持一个长期的关系 或者真正走到婚姻的殿堂吗 我觉得这种可能性 会很低 基本上其实没什么可能性了 就像我刚才跟你讲 就是说 如果是真的家有钱的女孩 她会给男朋友花钱的 而且是毫不犹豫的 就给他男朋友花钱 比如说主动给男朋友买 男朋友喜欢的东西 或者是买个这种名牌 这是很正常的 有没有钱 一看就知道了 甚至家家好正常一点的家庭 从小就会跟自己的小孩说 无论男生女生说 你去跟别人吃饭的话 别人请你多少顿 你记得下次要回请过来 要注重礼尚往来 她绝对不会教育自己的女儿 说你所有的单都要让男生买 这是不可能的 你但凡家是好一点的话 正常一点的话 都不会有这种想法 或者教育自己的女儿 所以其实确实是 可能我们在海外时间长了 我也不太能理解这些 在朋友圈选一个妇啊 或者是拼单去住一个豪华的酒店 拍点照片 这个真的可以帮他们 改变他们今后的人生吗 其实这个问题就处在于 我们在海外的时间长了 因为海外的华人是被过滤过的 就移民局来帮过滤 怎么过滤呢 就是我们这批的华人 全是有高学历的 那但凡能够移民到海外 他们的家里面的经济条件 没有太差的 所以我们海外的华人 都是这种阶层在交流 所以你就没有可能国内那种感觉 有道理 对吧 对 因为不能说一定都特别好 但基本上在学历啊 家庭背景上面的话 肯定是已经先过滤掉了一批员 过滤掉很大一批 对 你知道有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数据 本科以上的学历 在中国只有4% 那么在比如说在新西兰 华人本科以上的学历 3%几多 非常高的恐怖 是的 这是不可想象的吧 在哪个国家说 哎 某个主义本科以上的3% 不好意思 新西兰就有 澳洲肯定也是类似的 加拿大美国可能也是类似的 像我身边的很多朋友 大家不只是读了本科 还要再把研究生都在海外修完 觉得大家这个基本上就是 受教育的水平 已经在比较高的水平了 对 对 所以跟大家再说一点 就是说 如果你们想找那种 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的女孩 家是好 学历又好 家教又很好的 到海外来找吧 非常好 我也有看到这个观点 完全顾虑掉了 因为海外的皇上女孩呢 都见惯不惯了 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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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回这种 你们都是什么 你们家开这个车 你们家住过房 不都这样吗 他就没这种想法 是 相对来说 这种交往可能目的性更少一些 对 真正的感情的交往会更多一些 对 是 所以呢 我有一种 我的经验啊 就是关于找女朋友的经验 可能跟那个世俗啊 是完全相反的 我认为啊 那种条件特别好的女孩 比如说 相貌啊 经济条件啊 家教啊 这种女孩啊 越好越容易追 这就是 对 你的这个观点 其实我懂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 是因为 他的从小出生和 的家庭就很好 所以父母和这个家庭 给了他很多的爱 他就很单纯 是的 就像成长在酱牙塔里 所以他的 整个的人生 就会相对单纯很多 还有一点 他家里经济条件很好 所以 他不会在乎说 你给他送个花 或者请他吃顿饭 给他送个iPhone手机 他就会给你感动 他无所谓的 你给他送个iPhone手机的感动程度 给他 带他去海边 逛逛 逛逛风 去捡个贝壳 免费的贝壳 那个感动程度是一样的 是 所以 可能会陪伴 或者像你说的 一点点的浪漫 和真的 会比这种物质的 对他们来讲 更容易 更会感动 这点 我还是很有感触的 对 所以问你 那你好不好追 不告诉你 确实是 因为在 对于我来讲的话 因为父母会给了很多的爱的时候 他才会很单纯 对 很简单 他也与事无争 他不会争这个 抢这个 是的 像 比如说 从小长得好看的女孩子 你去食堂打菜 那个打菜的阿姨 都会多给你几份 对吧 你有什么要争的 你不用争 从老大大 有男生请你吃饭 你有什么东西 你不用抢 男生帮你抢 他就觉得 这世界不是这样吗 好美好啊 你为什么要 感觉这世界这么丑恶啊 对吧 对 他感受不到为什么 因为从小他条件太好了 是 一时无忧 他长得又好看 所以 各位男性同胞 我告诉你 要追又追 这种女孩子 非常好追 也不是 当然了 我再客观一下 避免杠金啊 我所说的这个好追 仅限于 我认识在新西兰的 华人女孩子 以及 可能我那一代人 比如说80后 90后 再往后啊 我就不知道了 比如说95后 90后前 95后 可能我就不知道了 就是海外的华人女孩 她们求我啊 她们 是偏向于找 华人多 还是偏向于 找其他老外多 比如说 像国内 的人 可能就有一种 一种 感官或者是 就一直觉得 是 很多 比如说像那平单美园 就是 比如说很多 Easy Girl 尤其只像某些 华东 发达城市 说 他们特别喜欢 找老外 但是 我以我的经历 跟大家负责任说 我所见过好的 条件的女孩子 相貌好 家事好 家教好 文化跟财力都很好的 她们找基本都是华人的 是的 确实是 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们 大部分的 都是 找到华人的男朋友 或者老公 其实我想跟你讲 这个原因就是很简单 大家不要为此 上升到什么 民主感情 觉得海外华人女孩 没有 就很简单 非常简单 就是因为 他条件那么好了 大家都不瞎 本国的 handle不过来 比如追你的人 排到了法国 有钱有身材 追我的人从这里 排到了法国 我现在要去追你是吧 我只能从 我都是从 排到伦敦去了 对不对 穿伦敦 或者从 哥本哈根开始排队 天哪 那肯定是华人 这是你的直男的关系 那还有一种 就是什么呢 比如说 大家都要追女孩子 比如说 大家的母语 比如说都是中文的话 是 我说一些浪漫的话 比如说我要说句 英文很浪漫的话 你gap不到 但我要说个中文很浪漫的话 比如说我背个什么 张爱玲啊 张小贤啊 什么什么的 或者网上那种鸡汤啊 来哄你开心 你就能gap到 是的 你就容易被感动 但是我要说个西班牙 说个法语 说个英语 你就算明白这个意思 但是你不会被这个浪漫所冲击 对 这个就是我的观点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 我们同龄人会选择华人 因为大家会有共同的语言 我们接触过同样的中国的基础的教育 所以在感情的这一方面呢 我觉得更有共鸣 真的到了我们的孩子这一辈的时候 因为他们是在这边长大 中国的文化的教育相对会弱化很多 我觉得语言对他们来讲已经不是问题了 这个时候之后的具体这么选择 我觉得这个比例可能就会有很大的差异了 就是说你记不记得你的小孩长大了后 会变成个香蕉人呢 或者说你是否觉得坚持中国文化的传承教育 其实这个确实也是我挺想跟你聊聊的 我自己来讲的话 也是在一个比较纠结的过程 我总觉得中国的传统文化呢 确实挺重要 特别是中文 但是 它有很多它的优点 对 但是呢 能不能跟上今后社会的发展 具体以后到底有多么大的用途呢 其实我现在自己也很纠结 我觉得中国文化应该是 事业上最先进的种文化之一 我要做那个学术研究 或者比如研究数学 研究生化这种东西的 你背惩罚表 你背惩罚表 你用中文是很容易背的 但英文是没惩罚表的东西 因为中文这个语言 它就有口诀这个东西存在 英文是没有的 所以为什么很多老爸说 你们中国人很聪明 那个数学很好 因为我们用中文 用中文学数学就会很好 是吧 那英文是没有乘法表这个东西的 那么再到那种各种生化学习 生化学习里很多专业的词汇 非常的长 而且英文又是个不纯净的语言 所以导致同样的词 还有 就同样的一个词 就不同词在用 但是中文它很纯净 而且还有主词这种概念 所以导致你的记忆 你花时间去背那个词的记忆 中文是很轻松的 中文几乎是不费摧毁之力的 那英文就麻烦了 那到高阶的研究里面 还混了一堆的拉丁词汇 对 所以中文在 比如说在进来的时候 学术上 它有些优点 那么再远一点 比如说是 比如说中国人更加那种 自律啊 还有中国人那种勤劳啊 这种 还有那种重视家族的团结 这方面 它有它 非常明显的优势 就说一个最简单的吧 二战以后 成为发达国家的 或者成为一个强大国家的 就两种文明 一个西方基督教文明 另外一个是东亚的 朱家文明 没有例外 日本 韩国 新加坡 还有其他地区像台湾 香港 加上现在世界 第二大强国 中国 没有例外 我觉得 中国为首的东亚文化 是非常值得去传承的 是 你的这个观点是从 比如说 树里这边啊 然后文化这一边 但我的理解呢 是说 要去怎么教育孩子们 成为 对他以后 人格和性格的产生 比如像 洋人的 我觉得很多教育呢 可能更 直解 可是中国的文化呢 会讲究的是说 一些 更谦虚 我最不能理解就是 中国那个 老人给小孩 加菜 或者朋友之间 加菜 这种传统 其实后来我想过 这玩意是怎么来的 主要是老人给小孩 加菜啊 就是以前的物质 不是很丰富 比如说一个大家子 比如说 我做爸爸的 我家有四五个小孩 我就喜欢那个老妖 留个鸡腿 其他的小孩嘛 一下子把他抢光了 小孩嘛 最小的老妖 他抢不光起来 哥哥和姐姐的 那怎么办呢 我就加这个鸡腿 给我最喜欢的 小儿子吃 这些我们在小的时候 应该都在家 对对 然后他这个传统 就传流下来了 就会导致 可能现代人啊 但我不知道 现在的00后啊 98后啊 有没有这种习惯 但是我本人是很讨厌的 因为80后那些物质文化 就没那么匮乏 对 尤其是你加个大鸡腿 那么大一坨肉 你把它切小一点 好不好啊 对吧 切的一小片小片的 现在的90后 00后 他们的物质 已经极大的丰富了 所以这种情况 可能会出现的少一些 对 而且中国家 是没有用公块的习惯的 他表达对你一种关爱 是要很讨厌的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我确实 所以说中西文化 其实都是有很多好的地方 和可能不太好的地方 对 所以呢 我们作为父母 其实也都是摸着舌头过河 然后一点一点的 去感受这些东西 就像 其实我很赞同你的观点 我不太喜欢父母给孩子 比如喂饭 追着喂饭 虽然说都是传统的 虽然说它很可能 都有一两千年的这种文化 但是你想一两千年年 就是因为它属于物质文化 不是很丰富的年代 一两千年又怎么样 我们这一百年 或者这几十年 是完全不同的 那种工业革命的社会 是不一样的 所以就是50年的 还是要与时俱进 对 50年的就是比当年 已经传承2000年的 这种习惯要好 对 所以说明了什么呢 就是说 虽然说是很多是传统文化 但它是不是漏习 这个东西在判定当中 我们在真实的生活当中 我们会用自己的经验 自己的那种价值观 来进行判定 对 它并没有会产生 那很多的冲突 比如说 原来要夹菜了 现在变成不夹菜了 要进行一个 多么伟大的革命 要在像那种狗血的 家庭伦旅剧 在餐厅里面 要宣作着大吵大闹 婆媳战争 那没有的 就很安静的 安详就度过了 对 就没有那么多事 是的 所以这个东西 可能就是在潜移默化中 慢慢的就开始 有一些改变了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不光是在国内 我觉得在国外 我身边的很多朋友 也是这样的 父亲其实在这个 孩子的教育方面 应该担当的是 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但是其实 很多华人的观点 就是觉得 我已经在外面 打拼事业很辛苦了 我挣钱养这个家 我就已经很厉害了 所以在孩子的教育 和陪伴上 其实很多的父亲 是缺失的 对 我非常明白 你这句话的意思 各位观 其实阿丽 她说 父亲的教育 很重要这一点 她有她更深层的含义 为什么深层的含义呢 世界上 无论哪个国家 哪种文化 小孩的 比如说 幼儿园教育 小学教育 是不是都是女老师 都男老师的 除了体育老师 是不是 如果说你父亲再不教的话 他所接受的教育 都来自于女性 女孩子就算了 男孩子如果都是 来自于女性的教育 会不会对他那种 身心健康 会造成不是 很健全的 对吧 而且你们有觉得 新西兰算是一个 女权社会 我觉得可能 这一方的水土 是不是养育出来 女性相对来说 强势一点 我身边的很多男孩子 就在这边长大的 男孩子相对来说 感觉不是那么的 有阳刚气 这还有一种文化 是什么的 就新西兰的地位 婴儿第一 就妈妈 女性第二 第三宠物 第四男性 男性就是 十八成地狱 下面挖霉的 所以我觉得 你能赞同我这个观点 我还是挺开心 不能更赞同了 我相信各位观众 都有跟我一样的 就是不好的经历 什么呢 就是 在读书的时候 小学时候 比如说在上学时候 被同学欺负 然后老师说 你要报告给老师 不要去动手打人 你怎么看 如果说你的小孩 被其他同学欺负了 你会教你的小孩 怎么做 我直接告诉你 我的答案吧 打回去 所以说 我才说父亲 在孩子的教育里面 是很重要的 如果说是有父亲 来教育的话 他会告诉这些小孩 打回去 如果是女孩子的话 就用粉红色的铲子 打回去就行了 所以我父亲 比较在教育中 比较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 作为母亲来讲 我觉得我没有办法 去跟我的孩子 说打回去 可是如果作为一个父亲 这种时候 其实父亲说一两句 这样的话的话 没有毛病 因为其实现在 不光是国内校园 霸凌很严重 其实新西兰也会有的 我也有就是 我的孩子也有经历过 可能女孩 不会说真的有那么 严重的肢体上的冲突 但是我觉得这些东西 父亲的观点 和母亲的教育和疏导 这是两种 可以相辅相成的 所以我才说 父亲 在孩子的教育方面 其实是不可缺失的 而且我打回去 这个观点 打回去 这个文化 这个观点 我认为是 中国跟西方 都是贯通的 比如说西方的 大家应该看过一部电影 叫做文香石女人 就西方社会 是很反对告密的 你给老师打报告 你就是一种 告密的行为 打小报告 那中国我就觉得 你是太一点 你才去跟老师打报告 有本事就自己干 凭什么找靠山呢 我自己干就行了 不爽我就打回去 为什么我们的 以前的小学老师 或者初中老师 就告诉同学 被别人欺负了 不要打回去 要报告老师 为什么 因为在从教育的便利上 这是最好控制 如果你打回去的话 那么有打伤了 或者是出了什么 严重的后果了 那么对于学校来说 是很难处理的 那么让你去报告老师 老师呢 进行一个斡旋 进行一个调停 那进行批评 这样子啊 把他几个批评过 是一种比较方便 那种处理方法 而且是把危机 处理的最小 但是我想跟各位 教育的工作者说一下 你是吃这碗饭 想干那么轻松的事 实际上哪有那么好的 我作为家长 我要对我自己的小孩负责 他当时受了委屈 他当时就跟他打回去 畅快 不会有心理压力 如果他当时受了委屈 当时不打回去 他会憋屈的 对他的生理健康 造成不好的影响了 所以打回去就对了 我作为家长 我对我自己小孩负责 你作为老师 你对你整体的 这个教育体系负责 是你的事 但我不管你自己搞定你的事 我就负责 我自己的小孩就够了 所以说 爸爸在教育孩子方面的观点 其实和妈妈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孩子的身心成长里面 我觉得女性柔弱的这一面 孩子是需要的 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 但是杨刚的那一面 其实也是需要爸爸 给他做一些 而且不仅是男孩子 我觉得女孩子 其实他也需要这方面的 一种影响跟疏导 是 这个很重要 说到我们中国当时的教育 我觉得很多观众不明白 你们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有很多中国传统的学校 他那种教育 其实有点就类似于 西方欧美国家的贵族教育了 这边的公立学校 纯粹散养状态的 反正我不是作为你 血不血不血拉倒 到时候反正一样让你毕业 所以你考不上大学 都不关我的事 西方国家就是利用这一种 私立学校 好的学校 比较严格 然后公立学校散养状态 来形成一种社会阶级的分化的 而我们中国自古以来 几千年都非常重视教育 所以不管是好不好的学校 那些老师都愿意花自己的时间 给学生辅导 比如说最常见的脱堂 多讲一些 现在想想看 我们有很多影视作品 编各种段子 拍各种电影 去恶心那些脱堂的老师 你们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老师脱堂是不是 在用他自己的时间 对吧 你现在在西西兰 在澳洲 你想找个愿意为学生脱堂的老师 愿意多讲些 用自己时间多讲些课的老师 不可能 那几十年前 那些工资都在骗你的 他们跟你说 西方的教育 都是快乐教育 不逼学生 他都是骗你的 我告诉你 真正的西方的精英 贵族 有钱人 他们上的私立学校 贵族学校 那些老师 注重学术为主 甚至很多有钱人的家庭 贵族家庭 都会花大把大把的钱 请很好的私教 来培养孩子的学术 音乐 绘画 甚至高尔夫球等等 所以不要被那些工资给骗了 而且我记得 原来我们总会想说 学那么深的数学 物理化学 到底有什么用 但其实现在 包括 就最简单的道理 我现在开始 就是跟着我的孩子一起 学高尔夫球 你很多东西 其实就是在你日常应用中 就哪怕你 你去打高尔夫 这个球到底 如何要怎么个走向 然后它的速度 你要用什么样的杆 什么样的角度 去打出什么样的球 其实这些都是物理 在你日常生活中的应用 它其实 其实不是说 哪一个道题 对你有用 而是它整一个 就知识体系 比如说你把物理学了 数学学了 然后你把天文学了 生物学了 你整个是个知识体系 它这个体系 你构架成一个很完整的 在你的脑海里面 对你整个人生的生活影响 是非常有用的 比如说 还有一个最常见的 说你小孩 你读那么多书 比如说文史方面的书 有什么用 我告诉你 用处非常大了 因为 比如说小孩 那个比如说 四五六岁 七岁 那是机械技术 最好的时候 那个时候 他就读书就行了 他记不了没关系的 他把它记住了 等他长到二十几岁 在社会当中 他碰到各种社会问题的时候 他会像牛一样反厨 然后再进行营养 再进行消化 我当时学的故事原来 是这么用的 是这样的 非常有用 你背东西的话 就是六七岁 七八岁的时候 非常容易背东西 你长大了 你就背不了了 你错过那个时间段 因为我不懂 那个时候不懂什么意思 我就是机械性技艺 你的谈吐和你的修养 和你的见识 就影响了你的 拼它拼不出来的 对 是整体的气质 而不是说 你拼一个爱马仕的包 拼一个高档的酒店 去拍张照 就可以真的影响 你整个的人生的格局 你的气质和你的谈吐的 对 而且话说回来了 很多的这种富二代 都出国国 而且也跟大家说了 出国的时候 他面对很多华人女孩 他们家庭经历条件 也是差不多的 他见到那些 真正的名媛 真正的家世好的女孩子 条件好的女孩子 是这个样子 然后回到上海 看你那些拼单女孩子 是那个样子 一眼就看出来了 格局部都假的 而且我觉得这些拼单女孩 反而也很容易 认识到那些渣男 或者假的土豪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 他其实也并不想 真的要调到那个金贵去 也许他就是 赚那个舔狗的钱就够了 短期的短平快的 也许他只想要 比如说蹭几顿饭 蹭个卡 然后或者是 收到一点贵重的礼物 对 但是别忘了 别忘了 整容也是越来越发达了 然后抖音啊 快什么 各种美女成熟不穷 是 也就是说他选择权 男性的选择权 稍微调节还OK的选择权 越来越多 就是说你们也会贬值的 所以说来说去 还是到自身的提高 对 体现我们那个搞教育 很睿智一点就是 校服 中国的校服 我敢说世界上第二难看 没人敢认识 它是世界上第一难看的 绝对世界上最难看的校服 那中国是不是没有审美呢 设计不出好的校服呢 其实在民国时候的校服 还是不错的 民国的学生装 都非常好 好看 但是为什么到了建国以后 那个校服就那么难看呢 就很多人说 我们的校服 让我们最美好的青春 豆腐年华 生活在麻袋一样 麻袋一样的衣服里面 但是让我想一下 就是比如说80后90后啊 我觉得他有一定的睿智 是这样的 就是说 首先第一点 就最扯淡的理由啊 他避免了早恋 反正你帅个美女 都把你们降分了 降职了 颜值外貌 身材全给你降职了 避免了早恋 第二个呢 好看的校服 贴身的校服啊 它有一定的造假成本的 而中国的那些校服呢 它可以像文化课 体育课 各种户外劳动 它都可以用 所以它成本很低 你弄脏了弄破了都不心疼 对吧 而比如说像欧美的这种 教育的校服 它不同的功能 它要不同的校服 要换不同的衣服 对 它不同的季节 还要来一个 对 那中国就一套 是 这种可能更符合 当时的那种 中国的国情 对 还有一点就是说呢 欧美的话 它校服 它的设计颜色不一样了 原来走过来的话 比如哈顿工学 还是你是哈利波特 那个那种学校 是不一样的 就能看出他们的社会阶层 对吧 中国校全都一样走 我也不知道你们家有没有钱 就避免了攀币 对 也极大的降低了这种差异化 大家都差不多更专注于学习 对 然后再加上那个时候 相对80初那些 那个时候家庭条件 其实还是属于一般的情况下 中国的国情 也很难让更多家庭 来去承担运动装 什么校服 然后什么跳舞 各方面的 比如说 一套衣服 可以做所有的事情 比如说英式窄版小翻领 这种苏格兰群 没有不要搞的一种 这都很贵的 浪费钱的 是 对 而且 而且还有一点啊 还有一点 我觉得很重要 我当年炒全是赖校服 校服去北国 校服搞的 要不我年轻人帅多了 对吧 所以有时候能体现 我们中国传统教育 一种睿智 对 所以其实想一想 中国的传统教育 还是有很多优点的 而且 融会贯通到我们之后的生活的时候 确实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改变 对 而且就像我说的 它自己会慢慢的变化 慢慢的与时俱进 对 它会进行自我的一种调节 比如说 老师跟家长说 就是 你可以对号入座 大家对号入座 对各种年代的号入座 比如说老师跟家长说 某某爸爸 你过来看一下 你儿子又考了全班第一 你要开个家长会 你要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家长学怼回去 我不用去了 你再给我道歉 你微信给我道歉就行了 然后老师觉得很诧异 为什么呀 他家长也很诧异 很匪夷所思 你把我的儿子交成全班到手第一 你不应该跟我道歉吗 谁不好意思啊 你不应该丢脸吗 就是大家可能知道一部电影 叫顾长辉的那个孔雀 其实这个在社会里面经常有 就是说 如果家长发现自己的小孩 做一些不对的地方 他居然会火同老师 或者是扯着嗓子到大庭广众 去下让自己的小孩丢脸 这个是我一直没法理解的 我觉得还是跟那个时候的国情有关 因为很多时候 像我们的小时候都会教育 早恋是不应该的 很多东西就是被禁止的 但其实这是孩子正常发展的一个阶段 我觉得我们父母要正常的去疏导 为什么那个年代的父母 他不太懂得尊重小孩子的一种自尊 对 是的 为什么他就没有呢 因为就是传承下来 我父母就是很强势的 你一定要听我的 我说什么都是对的 他没想到他经过这样搞的话 比如说像孔雀那个电影里 孔雀那样 他小孩本来品学节育的 经过他这样搞的话 把他心里进行了一个极大的创伤 让他将来就没有办法再完整 他正常的学习啊生活 他一辈子就毁了呀 是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还是我们这一代的父母 可能经历过这些阶段 然后又经历过现在的这种 更现代的这种叫育儿的方式 所以我们的观点 其实有很多的改变的 你说是不是 好 谢谢今天阿灵 到我们这里来跟分享 他珍贵的一些经验和观点 谢谢 对